比特币,国家的消逝 2013年5月9日,国家,媒介,市场经济,政治,比特币,网络,货币,资本主义 连着写了第三篇关于比特币的文章,这篇写完大致告一段落了 我的闲钱已经基本上投入完了,现在我已经告别坑爹的比特币中国交易平台 投了一个比特币,在MPGOX里摸索着高抛低买,几天后一个币变成0.98个币 有点让人心灰意冷啊,当然我会继续失手,不过也不敢有大的动作了 接下来主要就是持币观望吧 之前写的两篇文章还没有触及比特币的真正意义,也就是媒介级讯息的意义上,比特币作为一种新的环境的意义 之前提到比特币的通缩特性,防伪特性等等,这也只不过是在说,它比之前的货币更好 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些能够以同样的标志衡量的特性,而是它对救媒介或者说救环境的颠覆 汽车不仅仅是更快的马车,而且还要整个重构所谓交通的环境,改写出行的意义 那么比特币的颠覆性在哪里呢? 有人说,比特币的头号特性是匿名性,这种理解和把互联网的特性理解为匿名性一样是错误的 事实恰恰相反,比特币能够最大程度地支持完全公开透明的交易 其匿名性只是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开设无数个地址用于收款,而每一个地址只是一串无意义的字符 但是,每一个地址之间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开的,从比特币上线以来的每一笔交易,统统都保存在每一个比特币使用者的钱包中 每一个比特币从诞生起的每一次流转都被记录在案 事实上,所谓的比特币实质上就是这一公开的记账系统 那么只要知道交易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究竟是谁,而这个人又愿意说出他的交易对象是谁 那么这样顺藤摸瓜,我们有可能把这个币从诞生以来的每一个拥有者都追查出来 而纸币根本没有这种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纸币才是匿名的货币 它的交易链条不是公开透明的,也难以追索前的流向 比如一基金开通的亚安地震比特币捐款渠道 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他的这个账户的每一笔进账和出账 我现在看到他总共收入235个币,除非比特币的数学体系整个崩溃,否则无人可以造假 就现在而言,比特币捐款需要找人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支援给灾民 但是如果受贿者也都开通了比特币账号 那么这个账户的每一笔出账究竟送到谁的手里,也都将完全公开透明 如果我愿意公开我所拥有的比特币账户 那么一旦你宣称已经把捐款送到了我的账户上 那么这件事情一定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几十几分给谁挥了几块钱,一目了然,无人可以作假 不需要第三方的监管机构来时刻观察 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只要你愿意宣称公开透明 那就一定能够公开透明 基于比特币的特性,至少是大部分现存的审计和监管的工作都不再必要了 财务的信用不再需要一个特权的机构来保护 而是由一个开放的交往纽带来保障 的确,比特币超越了国家的监管 因此在现阶段,它似乎经常被用于地下交易 然而,比特币逃离的只是国家或任何单一的权利机构的监管 但它最终将把监管置于光天化日之下 之所以比特币能够用来洗钱,并不是由于比特币的匿名性 而是由于纸币的匿名性 因为用纸币和比特币相互兑换的环节中 纸币的提供者并不在乎比特币的来源是谁 被洗钱的并不是比特币而是纸币 然而,如果人人都使用比特币,比特币本身是难以洗钱的 至少不会比纸币更容易 归根结底,比特币不是逃脱了监管 而只是逃脱了国家的监管 但在每一个流通的小圈子中 比特币的流向受到每一个参与者的监督 每一个人或机构想要在公众面前取得信誉 不需要仰仗国家或银行的担保 不需要服从于某个上级的管理 而只需要自己开成不公就足够了 比特币用P2P的网络式监管 取代了自上而下的线性监管 同时,比特币的发行也完全绕开了国家 许多质疑比特币的人提到的第一点 往往就是比特币缺乏国家权威的保障 的确如此 但是,我们究竟期待国家给予什么保障呢? 国家首先能够保障的是 可以不断印钞票,可以随时刺激消费 逼迫你把钱花出去 保障钱总是在贬值 但这种保障,究竟保障的是什么呢? 它保障的是企业家和金融家 那些富人们维持着极高的资金周转速度 他们即便手持大量现金 也仍然会大量贷款 就像苹果公司正在做的那样 即便有那么高的现金储备 他也还是不惧怕货币贬值 他的贷款和涨价的产品 将会抵消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 简而言之 货币贬值的保障保障的是 那些引领着货币流动的人 但普通的老百姓和工薪族呢? 他们的资金周转要慢得多 现在收入的钱很可能需要为 十几年后的养儿或房老做准备 即便健全的社会保障部分 消解了这些未与筹谋的筹划 普通人也总是难以像大鳄们 那样驾驭资金的流转 一旦货币贬值 存款和工资大幅缩水的时候 工薪阶层又能指望 谁来保护自己呢? 是的 国家能够保障货币的法律地位 也就是说 再怎么贬值 货币都是法定有效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发生津巴不韦 或金元券那样剧烈贬值的情况时 他们也仍然是法定有效的货币 即便你上午领到的工资 到了下午就将跌去十倍 你也不得不接受他们 因为法律保障了他们的有效性 善良的企业家 就能够组织起来 又有多少只是单纯的迷信呢? 我们的确需要警察局 需要消防队 需要军队和红石自会 但这些机构的背后 必定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来支撑吗? 像古希腊那样 不需要大一统的政权 依靠分散的小城邦进行自治行不行呢? 当然 你会说此一时比一时也 希腊社会的交往关系和现代人非常不同了 但如果说网络时代的社会交往关系 又将与我们现在大为不同呢? 国家的金字塔结构一定是永存的吗? 我一点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恰恰相反 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国家 无论马克思的理想是否空患 他至少认识到了 国家只是一个历史性的事物 他并非古一有之 也不会亘古永存 20世纪的历史 似乎证明了完全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 市场一定需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来调控呢? 由于依赖中央银行的货币体系的缘故 似乎市场的调控者不得不位于中央 然而这一由央行和各级银行和金融机构 形成的金字塔式的货币体系一旦被打破呢? 我们仍然迷信着中心化的神话 我们相信有一群经济学家日理万机地监视着市场 并且会适时地采取合理的措施 这就好比古代人相信没有皇帝日理万机 就无法保障自家田地的收成那样 的确我们需要日理万机 但这未必一定要仰仗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 或一小撮聪明绝顶的经济学家 就像开源软件的运行模式那样 只需要一些较弱的维护者 他们无法按相操作或垄断一切 其地位随时可能被其他分支所取代 至于大量的维护 修补和创造性的工作 都有整个社区来分担 政治空间的结构 与传播媒介的结构是相应的 口头传统倾向于维系松散的部落组织 文书传统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 印刷术加强了民主 而广播又倾向于独裁 网络时代也将促进其特有的空间结构 及网络 一种去中心化的 互相链接的组织形式将更有优势 当然 国家仍将存在 但它作为权力中心的管控地位将会淡化 剩下的更多是其文化和历史的意义 比特币将是这种网络社会的里程碑之一 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 资本的运转方式发起了变革 在某种意义上说 比特币使得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结构 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成为可能 社会主义不信任资本家和垄断者 而相信自下而上的 广泛而自由的社群的力量 打赏赞三分享 Authur 胡一林